学习完以上这些理论知识之后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的思路 一起来做一道简答题 简答题就是主关题的一种类型 谈到主关题 我在这儿想和大家先做个简单的沟通 在我们这门课考试过程当中 主关题的分值相对还是比较高的 它能够占到一半多一点 同时在每年的复习过程当中 对于主关题如何作答 如何做分析 有相当数量的学员感到无从下手 这是一个难点 所以我在这儿在讲这道题的具体内容之前 我先从总体上怎么去应对主关题 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沟通 通过这些沟通建议 帮助大家去更好地应对主关题的考试 对于主关题的应试 我这里边总结了一个基本的说法 叫一二三 所谓的一二三就是指 我们做主关题的时候 可以按照三个步骤来做 我们看怎么去做 当我们在考试过程当中 开始做主关题 不管是简单题还是综合题的时候 第一个步骤 都是希望大家 首先要快速浏览相关的案例材料 这里边要注意一下 我讲的快速浏览案例材料 其中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分成这么几个更细的步骤 拿到案例材料之后 首先从头到尾 先快速地阅读一遍 不要细抠 读完之后呢 我们就对整个案例材料的内容 有个大概的了解 接下来就再去看一看 案例材料后面所附带的小问题 通过阅读这个小问题 我们可以知道它考什么内容 这个都读完之后 我们就带着问题反过去 再去把案例材料 从头到尾 我们一段话一句话 去做相关的分析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 比较完整的做法 但是呢 在考试的过程当中 很多学员可能受到时间的限制 最后呢 留给主关题答题的时间 可能并不是特别充分 如果按照这种比较好的方法去做 时间就显得比较紧张 那因此呢 我们一般会采取一种变通的方法 什么方法呢 我们开始做主关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不看案例材料 我们先去干什么呢 我们先去仔细地浏览 题目后面 它所附带的具体的小问题 通过浏览的小问题呢 我们要做到两点 第一点 我们马上要知道 这道题所附带的这些小问题 它都考核教材的哪些知识点 我们把这个点呢 要把它分析出来 要把它反映过来 反映过来之后呢 我们在后续去分析案例材料的时候 才可能根据这些知识点 我们找到案例材料当中相关的线索 这是我们要达的一个基本的目的 除此之外 我们还应该知道 看完这个题目之后呢 我们马上可以判断出 判断出对于这些不同题目 所附带的小问题 知识点 我们熟悉程度怎么样 可能这道小问题 我们比较熟悉 我们复习到位了 另外道小问题呢 我们可能并不是特别熟悉 感觉看过 但是呢 很模糊 那么这种熟悉程度 也帮助我们决定了什么 帮助我们决定了 我们答题的时候 它的一个先后顺序 这个相信大家很容易理解 我们做题的时候 一定是先剪 先剪自己最熟悉的 能够马上答出来的题目去答 把这些题目都答完之后 再根据我们剩下的时间 再去答我们不熟悉的 或者是根本想不起来的题目 那么这个先后顺序呢 这个大家要把它摆正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步骤 那第一个步骤完成之后呢 就相当于我们把整个案例材料 包括问题 我们基本上都把它 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了 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第二个步骤 第二步骤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阅读完 案例材料后边的问题 我们把问题都了解了 接着就带着些问题 反过来去细读案例材料 这个所谓的细读 就要求大家按照案例材料的编写 一段话一句话的去仔细的举读 在读的过程当中 还应该马上思考这一段话 过这段话当中的某一句话 跟我们后边的哪道题 它可能是有联系的 它呈现中一种什么样的线索 要把这个通过细读 要把它分析过来 那么在分析的过程当中 可能很多学员呢 都是习惯于 我边分析边去想 基本上都靠脑子来把它记下来 但是在考试的过程当中 由于时间比较紧张 再加上呢 很多学员考试的时候呢 本身精神也很紧张 完全靠脑袋去记这些东西 容易丢失 我本来想着 哎 想到了 但是后边组织答案的时候呢 可能又把它忘掉了 那我答案可能就会漏掉某一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给大家提一个建议 什么建议呢 因为我们考试是机考 机考的系统当中呢 它有个功能 什么功能呢 它提供了一个标记的功能 就像我们在指考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习惯于拿着笔在纸上做好标记 这就是我分析的哪一句话 那在机考的时候呢 我们不可能用笔 但是呢 这个系统 它提供了一个标记的功能 那么大家呢 可以去尝试使用一下这个标记的功能 当我们分析这段话 分析这句话的时候 感觉它有用 那我用这个标记的功能 把这句话给它标注出来 这样 等我们后续再去组织答案的时候 我们去找这些分析来的线索 相对来说 更准确更高一些 那我们答题效率呢 再也就会提高 那这个标记的功能在哪体现呢 我在这呢 就把中注写所提供的 这样一个所谓的模拟系统 拿出来了 我们去参考一下 那这就是一道主关题的界面 在这个界面上呢 上半部分 就是这道主关题的 主要的题杆的案例材料 下半部分呢 就是所谓的答题区 分成几个不同的小问题 那我这个标记在什么地方 记住标记呢 在这个地方 如果没有接触这个界面的学 一定要注意到 标记在这个地方 那也就是说 它使用的时候呢 非常像我们平时编辑文件 比如说我们编写个word文档 然后呢 某些句子 我想把它加粗 想把它下化线 那首先呢 拿鼠标把它 把它图个类似于阴影的东西 然后呢 但这也是同样的道理 哪段话或哪句话 你认为有用 也是拿鼠标 把它图成带有阴影的那种情况 然后呢 再点一下标记 它就会出现一个亮色 一般好像就变成了黄色 当然如果你后来分析 发现这段话可能没用了 那你接着呢 再去把它 用阴影形式把它 把它做好 做好之后呢 然后再取消标记也可以 这样呢 我们通过这种做法呢 就可以把整个案例材料 我们需要关注的主要线索 都能够把它突出的显示出来 那突出显示出来之后呢 我们后续组织答案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很快的找到 我们之前分析出来的那些线索 这个呢 有助于提高我们做体的效率 那这个大家可以在平时复习的过程当中 去有意识地去把它练一练 练好之后呢 考试的时候呢就会变成一种很自然的一种行为 那就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效率 那这就是呢 我们整个第二个步骤 我们叫细读案例 那么通过细读案例呢 就相当于把我们这个案例 后面每一道题的线索 我们基本上都把它分析出来了 接下来就是第三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呢 我把它称为叫组织答案 也就意味着要根据第二个步骤 细读案例 我们所分析的线索 再结合每一道小问题 把相关的答案呢 要把它组织起来 组织答案呢 也是有一定技巧的 并不是大家随便一写就完事了 或者说呢 我只是把教材东西背上去 或者呢 只把案例材料文字粘上去 这就完事了 那如果这两个 你都这样来做的话 其实并不是很好 打法 所以我在这呢 把组织答案 我们用什么套路 用什么摩碗去组织 也提供一个建议 那么这个套路呢 也是把它分成三大块 所以说这也是一二三的三 它背后的另外层含义 我们答案呢 一般来讲 或一般情况下 就可以由三部分来组成 哪三部分呢 第一 我们案例题 很大程度上是分析题 那分析题就要求你 必须要给出你的结论 对吧 所以我们首先呢 可以开门见山 把自己的结论把它提出来 那提完这个结论之后呢 因为它是分析 所以你不能光提结论 你还要给出你的理由 而这个理由呢 请大家注意 一般是用两部分来组成 一部分呢 就是这道题 它所对应的教材的理论知识点 我们有理论依据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这道题这个知识点 在案例材料当中 用哪些线索把它表现出来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案例材料 那就意味着 我们整个的理由 应该是有理有据 那我们整个这个答案组织 才是比较完整的 所以接下来另外两部分 一个呢就是教材的理论 一个呢就是案例的材料 那么相信大家可以理解了 教材的理论 是不是意味着 你在平时复习的过程当中 对于需要大家去掌握 去记的东西 你必须要能够把它清晰的 把它背下来 因为如果你背不下来的话 那我们考试 涉及这种问题的时候 你就很难做出准确的描述 那另外呢 案例材料从哪来呢 案例材料就跟你 你第二步细读案例的时候 你所做的标注 你所分析的线索 把它张过来 这就可以了 那么这就是呢 我们所讲的三段论 或者是呢 答案由三部分来组成 但是我们真正考试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过于僵化 套用这个模板 因为有的时候呢 我们组织答案 可能是先需要把理论写出来 然后在理论基础上呢 再给出自己的结论 然后再把案例材料引过来 做一个说明 这种也是可以的 那么有的时候呢 我们整个的答案呢 可能不需要你去把理论写出来 只需要你把结论 把材料附上去就可以了 同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是什么呢 我们可能有些题目 不要求你给出明确的结论 就要求你分析背后的东西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包括后边两个就行了 一个是把理论写出来 哎 理论对应的案例材料是哪些 把它张过来 这就可以了 所以呢 不管怎么样 你在脑海当中能够记住 我们组织答案的时候 总的内容就包括这三大块 这就可以了 考试的时候再灵活激动一点 根据具体题目的具体问法来决定 我这三块我都要答出来 还是答其中两个主要的 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这是考试的时候呢 要随机应变的一个基本说法 那么这就是呢 我们第三个步骤 组织答案一个基本的框架 一个基本的模式 那么对于这个框架模式呢 我下面列举一个例子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那么这个例子呢 就是2015年一道简答题 这道简答题呢 其中有一道小问题 是这样来问的 他这样问说 简要分析亚威集团 和亚威有色公司 通过跨国收购 实现国际化经营的主要动机 那这道题呢 就是要求我们要简要分析 这个呢 千万不要忘 这是典型的分析题 对不对 那么面对这种分析题 你在组织答案的时候呢 就可以按照我刚才所讲的 三部分内容来组织答案 那我们在这呢 提供一个基本的模板 你看到 在这个答案当中 我们可以分成两大块 这两大块当中呢 其中第一段话 我们说 发展中国家企业 对外投资的主要动机 有哪些呢 1234 把它写出来了 那在座的各位呢 你要知道 这个内容是什么呢 这个内容就是我们教材 它的理论知识 从一般上来讲 主要动机 从四个方面表现出来 所以你看到 在这个答案当中呢 我们首先是把教材理论 把它描述清楚 那接下来 描述完理论之后怎么办呢 接下来呢 就是下一段话 雅威集团公司和雅威有色公司 跨国收购的主要动机 都是寻求资源 给的非常清楚吧 结论就把它列出来了 寻求资源 也就是说 在这个案例当中 这家公司 就是说这个集团 包括了有色公司 他们做跨国收购 这个动机 并不是说 这四个都会体验出来 按照案例材料的编写 它就填出一个动机 就是寻求资源 那你想 这句话代表什么 这句话不就代表 按照题目的要求 我们分析的结论吗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把这个结论 把它列出来了 现在呢 有了教材的理论 也有了相关的结论 也就是说 我们有论点 论据当中有理论 我们缺哪一块 我们缺材料 缺论据 对吧 那因此呢 我们接下来 下面这句话 就相当于 把案例材料当中 与这道题 有关的线索的原文 我们把它张过来 就可以了 做得很清楚 将亚维除贸易型企业 向资源型企业转型 然后呢 为获取Z公司 低价格的有色金属资源 奠定了重要的条件 也就是说 我们案例当中 与这道题有关的材料 线索就是两句话 那我们不用考虑 这两句话的过度 只要把这两句话 分别的张过来 都放在这个答题区 这就可以了 那这就是呢 我们一个完整的 一个答题的主观题 答题的模式 说大家呢 可以结合我们这个建议 再去揣摩一下 我们相关的这种 答案的组织 它的套路 这就可以了 那你揣摩清楚之后呢 在你日常复习过程当中 当你做主观题的时候 千万千万要记住 因为我们很多人呢 都会拿一些真题啊 或拿一些参考书啊 来做一做的题目 那有些人就会出一个问题 或犯一个毛病 什么毛病呢 我做这道题的时候呢 我自己不去写 我看完题之后呢 我就去翻这个答案 看这个答案 跟我想法一样不一样 哎 这就算做完一道题了 你记住 如果做主观题的时候 你自己不写 光去看参考答案 它的效果 一定是大打折扣的 那我们就建议大家 在平时复习 做练习题的时候 做到主观题 一定是首先 自己把它全部写一遍 按照自己的想法 自己怎么做答案 去把它写一遍 写完之后 再去对照参考答案 看看它的大概框架 它的主要结论是否相符 不一定要求 你跟参考答案文字 一字不差 你只要能够把主要内容 都答出来了 那我们分析效果 也就体现出来了 而你在自己 做这种主观题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练习一下 用这种三段论的形式 或三部分的形式 去组织你的答案 你把它练熟了 我们考试的时候呢 就很容易应对这种 相关的主观题的分析题 那么我们在这呢 就结合我们这道题 一开始把整个主观题的 答题的一些模板模式 给它做一个简要的沟通 那希望通过这个沟通呢 对大家复习呢 有一定的帮助 介绍完我们主观题的 整个做题思路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我们第一章 最后呢 补充的这道简答题 这道题呢 其实是2012年的 一道考试题 然后呢 结合我们纪念教材的变化 我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改 包括案例材料 文字的编写 包括整个题目 它的整个调整 那按照前面所讲的思路 我们首先呢 应该先看看这道题 它所附在的小问题 熟悉一下 它考什么内容 考什么理论知识 我们既是否很熟悉 那么从这道题来讲 它有两个小问题 第一个小问题呢 要求我们简要分析 好时代公司 未来两年进行的 战略变革的类型 那考哪个点 很容易判得出来吧 考战略变革的类型 那我们可以简单回忆一下 按照前面所讲的理论知识 战略变革的类型 就要它分成几种 应该是分成四种类型 那我们就把这个理论点 要先想起来 这是第一道题 那接着看第二题 简要分析呢 好时代公司 各地区领导层 及员工 可能反对变革计划一的原因 并指出首席执行官 在处理该变革阻力时 应考虑哪些因素 那这道题呢 也应该马上反映出 它涉及哪些考点 第一是谁呢 要求我们分析变革受到抵制的原因 那接着什么呢 要求我们去分析一下 克服这种阻力 它考虑哪些因素 而所谓因素 说白了讲 就是克服变革阻力的策略 所以第二题呢 涉及两个考点 那我们在这呢 也把它回忆起来了 那到这呢 就把我们审题这个环节 就把它结束掉了 那审题结束完之后呢 接着我们干什么 把案例材料做完整的分析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那题目这样来说 好时代公司呢 是一家大型运动用品 零售集团 品牌连锁店 分布于欧洲和亚洲 占公司收入的80%和20% 那么这段话的第一句 相当于把这家公司的背景 给我们做了个介绍 那么这个介绍注意 它跟我们做题是有点联系的 从这道题来讲的话 主要的关键是什么 关键线索就在于 它是个运动用品的零售集团 但是零售集团说明什么 说明在它正常原来的经营模式当中 它自己并不生产这些运动用品 它只是个零售环节 相当于它是从各个生产厂家进货 然后呢 在自己的店里边再把它卖出去 这个模式相信他非常熟悉 那我们把这个线索 要把它处理清楚 那接着再往下看 由于呢 全球经济不利影响 欧洲业务未见起色 公司在未来两年 希望将业务慢慢的转攻内地和台湾 这代表什么 这不就代表环境发生了不利的变化 所以这家公司决定做战略变革 说的非常清楚吧 那再往下看 由于呢 欧洲业务营运成本不断增加 收入呢 连续数年下滑 欧洲一些地区业务甚至严重亏损 公司面临着巨大的财务压力 另一方面呢 近年来亚洲及内地城市 往上上升盛行 加就了零售行业的竞争 那为了开源截流 集团董事会正考虑在运营上 可能实施的变革和重组方案 那这段丸子呢 比较长 从我们现在这道题来讲的话 主要是干什么 主要是干扰于一个背景的介绍 说明环境变化不利 所以这家公司要做战略变革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线索分析完就完事了啊 那再往下看 这里边呢 列出了如下计划 计划一 将东南亚地区的行政 知识性部门 包括人力资源 会计 采购等工作 重组为共享服务中心的运作模式 相当于把整个架构模式把它调整了 对吧 在重庆市集中处理 但是呢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担心此变革 不能得到各地区领导层级员工的接受 这是计划一 我们计划一两道题都涉及了 第一道题要分析它属于哪种类型 第二题分析计划一受到抵制的原因 能想起来吧 那么大家可以先简单思考一下啊 那接下来看计划二 凭借好时代公司的优势 尤其是多年积累的信息优势和渠道优势 把产业链延伸到工业实体领域 做出呢 自己的运动用品产品 树立自己的品牌 以适应未来市场趋势和行业环境的变化 这是计划二 按照我们前面所梳理的两个小问题 那我们知道计划二主要涉及第一个小问 要求判断它战略变革的类型 那么大家也可以先去思考一下 那接着看计划三 在全球范围内调整内部业务流程 进一步优化采购 库存管理等流程 以提高效率降低营运成本 这是计划三 那我们应该清楚计划三呢 主要涉及的也是第一个小问题 要求判断它战略变革的类型 那我们到这儿呢 就把整个案例材料 就把它整体梳理清楚了 梳理完之后呢 大家可以怎么这样做 先按个暂停键 先不要听我往下讲的具体答案或内容 你自己呢 先按照你自己的想法 把答案简单写一下 然后呢 再继续听我做的整个讲解 那么我们这里边呢 就把每个问题都梳理一遍 那这里边首先是第一个问题 要求我们解要分析 好时代公司未来两年进行的战略变革的类型 那你想 刚才我们读案例材料 是告诉我们 它涉及三个计划 那就意味着 我们必须根据第三个计划 来判断他们各自的战略类型 而判断战略类型 首先干什么 首先你在脑海当中回忆起 前面讲过的理论知识吧 我们教材是把战略变革类型分成哪四种 我们在这呢 可以把它要逐一的回忆起来 回忆完之后呢 再结合一个月来做分析 那我先看计划一 计划一整理素是干什么呢 是把这家公司 东南亚的整个行政架构 做了一个改变 都集中到重庆市集中来做处理 变成了一个共享服务中心 那么这就是它整个变革的内容 那请大家帮我判断下 这种变革内容属于哪一种类型 应该是可能判断 它属于整个组织结构的调整 对不对 那我们去回想一下前面讲战略变革类型当中 哪一种类型设计组织结构 大家很清楚了吧 应该设计是结构跟体系变革 所以大家呢 这个判断完之后 就按照我们前面所讲内容 把它答案组织到 第一 首先把结构跟体系变革写清楚 这叫什么 这叫论点 也叫开门见山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相关的理论知识 可以把它简单阐述一下 这就是我们讲的理论上的论据 那这里边注意 这个理论文字的阐述 不要求你和教材文字一字不差 但是呢 如果你实际允许 在写的过程当中 应该尽量和理论比较靠近 那我们写完这个理论文字之后呢 接下来再把案例材料 与它有关的关键信息 把它张过来就可以了 那这个关键信息呢 就是后边这句话 那么这句话 不就相当于案例材料 它所提供的论据吗 那这样我们就把整个答案 就组织完整了 我们前面讲的模式 就这个模式 看出来了吧 有论点 有论据 论据呢 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理论的论据 一部分是案例材料的论据 那我就把计划一 把它分析清楚了 那接下来看计划二 凭借好时代的公司的优势 尤其是呢 它的信息优势和渠道优势 强调 把产业链延伸到工业实体领域 做自己的产品 做自己的品牌 那你帮我判断 这是什么 这个判断呢 需要根据我们刚才看案例材料的时候 第一句话来判断 我强调过 第一句话介绍这家公司业务的时候 说的很清楚 它是零售 就是它不生产 只负责转卖 对吧 现在呢 从计划二来讲的话 开始说延伸了 延伸到工业实体领域 就意味着开始自己生产了 生产自己的产品 建自己的品牌 再去把它卖出去 相当于什么 现在这家公司增加了个新的业务 提供了新的产品或服务 对吧 所以说呢 它的变革类型也很容易判断出来 叫什么呢 我们叫产品和服务变革 判断完之后 组织答案 答案的组织呢 以下按照刚才所讲的模式来组织 首先开门建山 告诉我们 计划二属于产品跟服务变革 论点说清楚了 接着掌握论据 首先是理论论据 指企业的产出的改变革 包括开发新产品 或改进现有产品 这是理论的论据 那然后呢 再把前面这个案例材料当中 关键的文字摘过来 我们案例线索的论据 把产业链延伸到工业实体领域 做出自己的运动产品 树立自己的品牌 所以说呢 也是个很完整的答案 那就是计划二 那同样看计划三 在全球范围内调整内部业务流程 既不优化相关流程 提高效率降低营运成本 线索是哪个 还用判断是怎么 业务流程 我们要做改变 做调整 那你想一想 在四种战略变革类型当中 哪一种类型涉及业务流程 这个呢 可能有的学员 如果理解不透的话 或不到位的话 感觉有点困难 对不对 那记住 这个类型对应是哪个呢 类型叫技术变革 这个论点先找到了 然后呢 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它属于技术变革 那我们在这呢 还是先把理论的论据 把它列出来 是什么呢 工作方法 设备和工作流程 等生产产品和服务技术的改变 那你看到 对于这家公司来讲的话 它是原来做零售 对吧 做零售的话 它本身不生产 感觉跟技术没有关系 对不对 但你要搞清楚 这个所讲的技术 是个广义的概念 既包括呢 我们企业生产产品的一些方法 生产产品的一些设备 也包括生产的流程 但是呢 除了生产流程之外 记住还包括我们其他的工作流程 包括呢 我们企业内部要有采购流程 我们企业内部呢 有官官的资金管理的流程 我们有相关销售的流程 这些呢 都属于工作流程范畴 那从这个关键次来讲的话 它都属于技术变革 所以再强调一下 这个技术不简单的指生产方面 它是主要强的是生产 但是呢 如果这个企业不具体产产品的话 它的内部工作流程 也是包含在内的 所以当我们强调 技术变革跟生产是相联系 但是不能过于狭隘的去理解 这个生产这两次背后的内涵 那这样呢 我们理论论据就找到了 然后同样道理 再把案例材料的关键文字列出来 我们案例材料的论据 那这就是完整的答案 那我们到这就把第一问 整个的分析过程 答案的组织就把它解释清楚了 你自己呢 再去把它琢磨一下 那接着看第二问 第二问呢 是要求我们分析呢 好时代公司 它变革计划一 受到抵制的反对的原因 以及呢 管理层要考虑哪些因素 那我们首先呢 先看第一个 分析下变革计划一 受到反对的原因 那我们在这呢 先把计划一拿过来 计划一的文字呢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涉及组织结构的调整 把东南亚的相关部门 都集到重庆市来做处理 那我分析一下 它的原因是什么 那要想分析原因是什么 首先把理论的原因 先把它回忆起来 按照前面所讲的理论知识 原因呢 有这么三个方面 第一 员工的生理会引起变化 员工的工作环境会发生变化 心理会发生变化 那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 理论之框架去进行分析 不过呢 我稍微提示一下 2012年 中助协给到其答案的时候 它的答案 并没有完全按照理论知识 来做分析 它答案呢 显得很灵活 所以我在这呢 直接把答案提供出来 你体会一下 这种很灵活的答案 我们到底怎么去应对它 答案实际上来说 第一 各个行政知识部门的主管 在变革发案制定时 他没有充分的参与 也不了解重庆发案的细节 使他们呢 无法预计有关计划 对他们的实质性影响 因而选择不支持 所以看到 这个原因 跟前面所讲的 三个理论知识的原因 并没有完全的挂钩 生理环境和心理变化 没有完全挂钩 完全从一个很新的角度 做了分析 但是呢 这个角度跟谁有关系呢 充分的参与是哪个呢 就跟我们讲 考虑变革 克服阻力的三个策略当中 变革管理方式 有的是有关系的吧 我强烈是鼓励个人参与 有联系 所以看到这个题的答案 这点是非常灵活的 那因此呢 对于这个答案 我相信当年考试的时候 很多人是答不出来的 不过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 我们这两年呢 将这种比较灵活的答案 它的成分的比较少了 很多的答案呢 都是严格按照教材的理论框架 来组织 所以这个大家呢 我提供给大家 主要是请大家去关注一下 稍微有种感觉就可以了 这是它的第一个原因 那接着第二个原因是谁呢 利用共享服务中心的运作模式 在重庆市集中处理 有关职业工作 使各部门的工作程序和人员 习惯上有所改变 所以看到这是什么 这就是习惯上有所改变 跟我们前面讲的原因是有关系的吧 哪个关系呢 环境发生改变了 环境发生改变了 包括我们要进行新的工作流程 新的工作方法等等等等 那我们习惯上可能就是改变不过来 所以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只不过它没有直接套教材原文而已 还包括呢 甚至导致各知情部门 需要减少重复的人员 导致人员的心理出现 对未来工作存在不确定 和区块工作安全感 这也是套理论 但是呢 不直接写原文 是谁呢 强调心理上造成了一定影响 所以看到第二个 它的原因 跟我们教材是直接挂钩了 但是呢 从答案组织来讲的话 它没有完全照搬原文 而是把它做了一定的发挥 那考试的时候呢 如果你能力强 能够做这种发挥 当然是最好的 那如果做不出来的话 就按照理论去答 只要你能够把这个关键的线索 把它答出来 同样是可以拿到分数的 那这就是呢 我们把答案列示给大家了 你去把它稍微再去揣摩一下 那这个原因分析完之后呢 接下来要分析什么 要分析管理层 科夫这种阻力 它需要考虑的因素 那说白来讲是什么 就是它的策略 那我们看到 我们这样来答的 怎么答呢 先把策略列出来 第一 先考虑变革的节奏 第二 考虑变革的管理方式 接下来考虑变革的范围 这框架非常清楚 对不对 那列完这个论点之后呢 接着要有论据 把它解释一下 那我在这呢 尤其强调大家 要注意这个论点的组织 关键词基本上还在 但是呢 具体的文字措辞 它没有完全套教材原文 也是结合案例材料 做了一定程度的发挥 比如说 考虑第一个变革节奏 论点说完之后 要把它延展 展开一下 说变革应循序渐进 这是原文的关键文字吧 但是后边呢 是什么 就是发挥的 强调在许可的情况下 让有关行政 知情部门的主管参与 或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 进行了解和提问 他就这样把它解释了一下 那些考虑第二个 考虑变革的管理方式 怎么办呢 管理层应充分了解 变革的细节 深刻理解变革的必要性 看清变革的方向 沟通需要由上而下 顺畅的进行 在适当的时候 向员工传递适当的信息 平息有关恐惧 管理方向哪个呢 强调进行沟通 非常清楚 对不对 那接着考虑第三个 变革的范围 那按照前面数据的理论 我们理论强调 选择范围小 对吧 但是呢 他没有说 建议选择范围小 而是把它 发挥的解释一遍 怎么说呢 管理层应注意一次性的 对各个地区的行政 及支持部门 同时进行从组 规模是否太大 这看到 他强调 建议要考虑规模是否太大 那就意味着 反过来应该进行 范围小的变革 你看到 他的措辞方式不太完全一样 但思路是完全一样的 接着 同时呢 重庆市的共享服务中心 是否能够支持 有关业务的行政工作 那么这就是强调 他的答案组织的 这种灵活性 那我在这呢 就把它整理梳理了一遍 这个大家呢 不要过于担心 这种考法 重点呢 还是要掌握理论框架 用理论框架去解释 我们相关的案例 这就可以了 那考试的时候呢 要根据期末的要求 来灵活应对 这就完事 那我们到这呢 就把整个这道例题呢 就把它全部结束掉了 希望大家再去 把它稍微琢磨一下 那这道例题结束完之后呢 应该说 我们整个第二节的 所有内容 也就把它结束掉了 那按照惯例呢 我在这 把这一节的主要点 再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我们第二节是讲了 两个知识点 第一呢 讲战略管理过程 我说过 这个内容呢 相当于把第二章 第三章和第四章 主要的理论框架 做了一个总体的介绍 所以说 它本身考试概率不高 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 简单了解 那么在了解的基础之上呢 其中有个别的细节点 适当关注一下 其中比较明显的是两个 一个是哪个呢 在战略选择 这个环节当中 首先呢 要制定战略备选方案 那教材讲过三种 制定战略方案的方法 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 上下结合 那这是个细小的 选择题出题点 另外是谁呢 当我们制定完 战略备选方案之后 需要对它做评估 那评估的时候呢 要依据一定的标准 教材讲了三个标准 那这个呢 也是一个潜在的 选择题出题的细节点 我就把这两个强调一下 我们适当关注 这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第一个内容 那么这节的第二个内容 讲的是战略变革 变革管理的内容 我已经反复说过 这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所以建议大家 第一出题概率比较高 第二呢 建议大家全面复习 我们要能够充分的应对 选择题 主观题的考法 既要应对 案例分析的 这种理解的考法 也要应对 针对原文 关键文字的考法 所以这个要求大家 要做全面的复习 那么这就是呢 我们整个第二节 它所涉及的 这两个主要的知识点 那么第二节说完之后呢 我们整个第一章 有关战略和战略管理呢 所有的理论知识 就大家整体把它梳理了一遍 这个量呢 并不是特别的大 那最后呢 我带着大家 再把我们整个这一章 做一个完整的总结 那我们前面说过 这一章呢 相当于是一个 背景性的基础知识的介绍 它分了两节做讲解 第一呢 讲战略基本概念 第二讲战略管理 在第一节 讲战略概念的时候 涉及三个内容 第一战略的定义 这个呢 不是我们复习的主要点 简单了解 甚至呢 可以把它放弃掉 然后第二呢 讲使命与目标 这个呢 一定要把它做一个 潜在的选择提出地点 再去把它强化巩固一下 包括使命 它又分成哪些具体内容 每个内容 涉及什么具体的文字表述 那么目标 分成哪两大体系 每个体系可以设置哪些具体的目标 这个大家呢 把这个要去把它稍微梳理一下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第三个讲战略的层次 那这个层次呢 也是一个潜在的选择提出地点 那么大家要把第三个层次的标题 要准确的掌握到 每个层次 内涵是什么 要理解 每个层次 我们总结的原文的关键文字是什么 要准确的把它把握到位 那么这就是呢 我们整个第一节 设计的这几个小的点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第二节 讲战略管理 那首先讲的是战略管理过程 这个就不太多强调了 简单了解一下 再把我们讲课 强调几个细地点 巩固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个讲战略变革管理 这个要求大家做全面的复习 考试概率相对比较高 出题分值相对也比较高 那这里是呢 我们整个第一章 所涉及的整体框架 那么大家呢 合理安排好时间 再去把它强化一下 那我们到这呢 就把第一章 就把它整体结束掉 了解 事先给你 这些东西 就把这些东西放在这边 这些东西放在这边 又把这些东西放在那边 并且用来 这些东西放在那边